国家跳水队早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集训 上月初参加的蒙克利尔跳水世界杯 我们跳水队表现出色 包揽了所有的酒精 再次展现出了孟之队的实力 接下就是备战7月中旬开启的日本福岗跳水市井赛 今天国家跳水队公布了市井赛各个项目的参赛名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次市井赛共有13个跳水项目 其中男子一米板是由彭建峰和郑九元参加 男子三米板和双人三米板是由王东元和龙道一参加 男子十米台和双人十米台是由杨浩和炼俊杰参加 混合跳板是由朱子峰和林珊参加 混合团体是由白玉明和郑九元 斯雅杰、张炳杰参加 女子一米板是由李亚杰和林珊参加 女子三米板和双人三米板是由陈奕文和昌雅妮参加 女子十米台和双人十米台是由权红禅和陈玉希参加 混合跳台是由王飞龙和张佳琪参加 此次的市井赛 中国队有18人参加13个项目 最具关注度的权红禅和陈玉希依然是身兼两项 两人在女子双人十米台具有极强的统治力 在女子十米台每次都会上演神仙打架 要远远拉开其他国家的选手 这次的市井赛同样会如此 张佳琪作为东京奥运会冠军终于获得参赛资格了 她与王飞龙一起参加混合跳台项目 希望他们可以成功夺金 中国跳水队确实太卷了 张佳琪在十米台的实力足以秒杀国外所有选手 但由于名额有限 国家队只能牺牲她 重点培养实力更强的权红禅和陈玉希 对于张佳琪来说确实可惜 这次的市井赛 我们国家队的目标是包揽十三斤 让我们一起期待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